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正正统的法式餐厅 法菜餐厅 因为现在都在做那种所谓的前卫创新菜 正统的法式菜其实很少 但是法式甜点很多 法式 法国的甜点在全球的甜点界 它其实就是排名在第一名 就是首居一指 大家很喜欢吃日本的洋果子 但洋果子也是深受法国甜点的影响了 那讲到法国菜 大家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法国菜有今日的面貌 最早最早其实是甜点师傅 去建立了那套所谓的format 那套所谓的标准 安东尼卡汉姆吧 应该是他 他最早是做甜点的 他发明了几花袋 他做了非常多的创作 然后后来他就把这种做甜点的概念 去移转到菜肴上面 建立了当代发菜 所谓的精致发菜的今日风华 大家都觉得法国菜好高级 Find dining什么 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在法国菜在很久以前 其实也是蛮粗俗的 但是因为了 我刚刚讲的甜点大师 历练的大师 但最早跟安东尼卡汉姆有关系 建立了一套的规范了 他发明了非常多的东西 那市场上最近出了一本新书 叫法式甜点学 日出出版 作者陈颖他本身 是这个我称之为 法国的这个名厨的摇篮 他在那个地方 就是费航底学校 在那边休业 学甜点 在台湾他学气管 可是大概每个女生都喜欢甜点 有的人喜欢吃而已 就吃货 有的人就把他当作学问在研究了 作者陈颖他就把他当学问在研究 然后现在居住在法国 在那边 写甜点 拍甜点 因为他自己去做 在费航底大学 你想费航底是什么学校 台湾第一个进入亚洲五十大的台中乐幕餐厅 他的主厨陈兰叔 他也是念费航底 跟陈颖很像 他也是台大毕业以后再去念 陈颖也是台大毕业再去念 然后兰叔他就是专注在料理自己开餐厅 当然了 前几年他把他收掉了 因为要做太多的应酬 他烦了那种事情 陈颖却一直在这个线上去去关注这个甜点 很多的这个甜点师傅碰到问题 可能也都会请教他 所以现在出了这本法式甜点学 这是这不是一本食谱书 这里面介绍了很多的概念 很多的这个 很多的相关的知识 所以我们今天就把陈颖请到我们节目现场来 跟我们来聊 教我们当第一课好了 法式的甜点 陈颖好 大家好 姚大哥好 我是陈颖颖 来自我介绍 我是 刚才姚大哥呢 已经介绍了非常多 就是让人觉得很 很了不起的 真的吗 我怎么说什么了不起 真的就是对法式甜点和法式料理的发展啊 你书里面有写吗 有写到这一段 有写到这一段 我都没看的 对啊 我就想说姚大哥超厉害 他真的是对法式料理跟甜点的历史非常了解 而且是对精神也有很深刻的 你里面有写到几花袋吗 没有里面没有讲到几花袋 但是我都知道 对对对 他发明的 然后再来就是那个费男鹏嘛 费男鹏他也建立了法式料理 就一代传一代 对对对对 那你们你怎么念啊 那法文怎么念 他有个后面那个字point point 我把它翻译叫费男鹏 你是怎么翻译他 我好像没有提到他 所以没有特别 没有翻他的中文 对 其实在很久以前 法国主厨没有分的啦 他们就是做菜也要会做甜点的啦 一直到了17 18世纪以后才慢慢慢慢再分的很清楚 对对对对对对不对 对因为像卡汉姆啊 还有后面的像是那个 escoffier啊 对他们都是料理跟 艾斯高飞 对他们都是料理跟甜点兼肠的主厨 对啊 就以前是不分的 后来才分的 对对对对对对 后来才慢慢连连参具什么都都慢慢分出来 没错没错 嗯 来自我介绍 还没有跳过 以为已经就混过了 没有了没混完啊 你好好让大家认识你吧 我之前呢就是一开始在台湾其实是学企业管理的 那后来就是也有在行销界有一些就工作经验 那后来觉得自己其实对商业可能没有那么有兴趣 所以后来就去荷兰念社会学跟社会研究 去荷兰啊 对对对 好爱念哦 对就其实我我觉得我蛮喜欢学习跟做研究这件事情 对那也要加进优渥吗 没有 没有我在荷兰有拿到奖学全合奖学金啊 所以就没有 逮专心 没有拜托 没有就是滑到八毛的钱 真的吗 真的真的 逮专心 过一人 呵呵呵 家境优渥 喜好大自然 呵呵呵呵 我是逮专心 过一人 家境大自然 喜好优渥 哈哈哈 对一般人 对 就是对我也很希望是这样子 就 家境优渥 喜好大自然 我是家境大自然 喜好优渥 哈哈哈哈 所以念了社会学 然后呢 念了社会学 就是其实是在荷兰的期间 开始有自己的厨房 哎呦 开始 那是两回事啊 你念书归念 因为你自己一个人过日子 对对对 就是住在学校里面 学校的宿舍 就是那时候也不能算宿舍 因为他们会外包给别的别的住宿管理 经营管理公司 但反正就是自己有自己的厨房 所以就开始下厨 自己的住宿单位里面有自己 不是 是自己的 这么厉害啊 嗯对 就是全部都有 包括也有烤箱 虽然只是那种 就微波炉胶烤箱的那种 不是那种迁入式 可是就是从此就有机会可以接触到 就是烘焙啊 还有做甜点 你要有人教啊 那个时候怎么学啊 就买食谱来学 就看网路上的食谱 然后看那个YouTube 那时候就有YouTube啊 有一些啦 对 好厉害哦 没有 其实做甜点的设备 你这样烫不辣弄下来 就是家境优渥没 没有啊 我那个时候都做一些很简单的东西啊 对 主要其实那个时候比较有兴趣的是整个是烹饪 因为从来没有自己下厨过嘛 所以后来就想说 我其实好像对做菜蛮有兴趣 那我要不要去学一下 就是料理啊 应该有被鼓励到 我被那个厨房里的人类学家庄祖怡 小姐的那本著作就是有鼓励到 除了他鼓励应该还有你做出来的东西 同学觉得好赞 对 就同学觉得很不错 然后发现我好像对这个比做 对做社会研究更有热情 所以同学就也是一直鼓励我说 那你要不要去 在鼓励你去念 对对对 真的假的 真的对 好然后再去法国念 所以后来去了法国对 那学校很贵耶 学校真的很贵 那个没有奖学金 那个没有奖学金 但因为前面存了一些钱 真的是家境有我 谢谢爸爸妈妈 顺便让大家知道 顺便让可能跟你一样有梦的这些 其实不止女生了 男生也有 去费行底 大概要准备多少学费 我那个时候比较便宜 这几年涨了非常多 对现在可能要两万二以上 欧 欧元 学费而已 一个semester 一个学期还是一年 大概一年 就是九个月到一年的时间 那就一百万嘛 对然后还有 那当然还有房租和生活费 这样子大概多少钱 一个月的生活费可能要到 一千二左右 一千到一千二 因为你光房租 五万 对其实你光房租就是可能要 起码要七百欧左右吧 五百到七百欧 这已经是很省的价钱了 累 湿润了我的脸狂 我一个月都还拿不到 一千两百欧的薪水 现在要花一千两百欧 去学一个甜点 对啊 真的是其实是很昂贵的投资 就是我必须要说 然后是 所以你事前就要想好 说你接下来要干嘛 不是说学完了就 就不知道干嘛 你那时候有想好要干嘛 你那时候已经做好plan了 对不对 我那时候考虑了很多 可是其实我真的对这个产业 一点了解都没有 真的吗 真的完全没有 因为家里也没有人 是做饮食业的相关的 真的把妈妈做什么 哥哥做什么 就是 你应该有哥哥啊 我没有哥哥 我一个弟弟 他做什么 他就是做行销啊 企划这样子 那你把妈妈做什么 爸爸是 之前是在高科技业 做那个高阶经理的 好那你自己自己自己 想去念 他们都没阻止你 有 stop stop 当然有 就是所以我花了一整年的时间 就是说服他们 也说服我自己 一定要啊 要不然哪里来的钱 对啊 然后那个时候就想说 就有点担心 所以最后才会没有选 烹饪 最后选的甜点是这样子 因为想说 不晓得以后 烹饪更贵 没有 而且想说 万一以后要自己开业呢 那就是甜点可能比较容易吧 你有想过 有我有想过 你整个的计划里面说 我去学 因为我喜欢 这是兴趣嘛 对对对 我去学要花这些钱 对 那回来以后做什么 一 可能开个小店卖甜点 对 民生社区有几家 在我们这附近 然后二 就是不知道 二是什么 对二就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真的就不知道了 然后所以有想到说 那如果不行的话 我就再回去荷兰找社会学的研究的工作啊 或者是行销的工作这样子 哇 对 其实是有想过说最 万一就是有几个选项 可能不是最喜欢的 但是起码可以生活这样子 去费航迪念 他们老师是用法文还英文教 那个是国际班 所以是主要是英文 但是老师会慢慢循序渐进的 就是教越来越多 就用法文授课这样子 就顺便让大家知道一下 因为法国菜啊 它建立了很多西方菜肴的标准 有很多的名词 它是用法国去 法文去定义的 就是有很多什么什么什么 DUO DOUX 什么一堆啦 有有有有有 所以所以你 其实这个东西顺便讲了 不是一定要学做菜 就说 大家在点西餐的时候 里面会有一些 因为西餐的命名 菜肴的命名 跟中餐不太一样 中餐有时候 双龙抢猪啊 蚂蚁上树 你看都看不懂 西餐很直接 对不对 对 就直接就是菜 的食材 菜肴 做法 食材 但里面有一些 那个做法的keyword 它是法文 对 所以你还是要 慢慢学啦 累积 你如果真的是 是一个吃货 或者美食爱好者 你真的那些keyword 就要把它学起来 对 不然很难点菜 他也不是写英文 他其他是写英文 egg他写英文 对不对 这个什么 Jasmine 茶 他都写英文 可以有些 关键的料理做法 对 你就是必须学 所以你也花了不少时间 对 对 所以后来我还有 再去上语院学校 再学法文 因为想要留在法国 然后需要实习 什么 那就是觉得 你那时候已经想要 学了以后 想要留在法国 就那时候 因为 其实说老实话 是学校结束 然后第一个实习结束之后 还是不知道自己要干嘛 然后后来就想说 但是已经花那么多钱了 然后又觉得说 我其实确实是喜欢这个东西 那 那就只好想办法多累 先累积一些经验 所以就想说 那就再找一些别的地方实习 那你没想过 说以后会来 找一个餐厅 当甜点主厨 甜点主厨 很厉害 我有想过 那就其中之一的选项 但是呢 因为 一开始实习的几家 一开始是先实习两家甜点店 然后就想说 甜点店里面的甜点 其实跟餐厅里面 做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后来就又去了餐厅 他的旅馆实习 餐厅里面的甜点叫 platy dessert 对不对 就是要有画盘 要有摆盘的 对 那甜点店里面的 我称为贵味式甜点 放在冷藏柜里面的 那比较 没有 不必画盘 然后他可能量产比较多 对对 没错 没错 在学校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厉害的老师啊 学校的 我们 因为我们学校 叫怎么讲 飞翁机不是那种 不像像 比方说LeNotre 他们会强调说 自己有非常多 很厉害的 米琴士啊 主厨 然后很多那种 就是得过什么Moff啊 就是法国最佳公益职人的 那种主厨 对 那我们老师是比较多 食物经验的那种 对 比较扎实 对对对 然后他是 因为是小班智嘛 所以老师会带着你 就是一个一个做 所以 哇 就是确实训练上 是蛮扎实的 演哦 演不演 我们老师人很好 所以 不会像有些 米琴主厨里面的师傅 是会打人的啊 不会我们学校不会 但是在实习的时候 就要看个人造化 就会了 真的会了 有的主厨 竟然是不会打人 但是会骂 就难看嘛 很难看 对 脸很臭 对对对 那个面枪 对对对对 那压力很大 对 那没有让你打退堂鼓 当然有 就每一天都在想说 我真的要继续这样子吗 不会 你还好 因为你可爱 如果是男的就惨了 男的可能被他踢出去哦 他们会摔盘子 直接做的不好 就直接倒垃圾桶 或是对 就直接丢垃圾桶 然后会直接跟你说 你做的跟屎一样 直接这样讲 对 那你心灵就会受伤啊 对 可是一直都这样 所以就 所以就每天都在想说 我真的要这样下去吗 然后我真的要把自己的时间 花在这上面 等你出头的时候 你也是这样对你的福利 不会 我不会这样 你发誓你不会 我发誓绝对不会 真的吗 真的 心灵受众不要害大家 又该心灵受众 每一个都这样说 最后自己读到音乐的时候 没办法 那压力太大 真的是压力很大 因为你就是要好看好吃 对不对 对 然后你又要快 如果你还要做出餐的服务的话 有些甜点还有跟温度抢时间 对 对 对不对 跟温度抢时间 没错 没错 有些东西那个出来不对 行就变了 对啊 好了 我们进一段广告 来 待会回来就正式谈法国的甜点了 来我们跟陈颖聊法国的甜点 为什么今天找他呢 因为他出了一本新书叫法式甜点学 那法国的甜点呢 他其实 我觉得这件事也很重要了 我觉得 我觉得全世界啊 在料理这件 在烹调料理这件上 有两个系统做得很强 一个是法国 他们把这个 把一个菜啊 或是一个甜点 或是一个做法的前世今生 透过非常有系统的整理 一代传一代 他们有非常的重要的基础 你比如讲法国的酱汁 最早四大母酱 后来再加了一个新的酱 才衍生出 然后不管你今天做成什么样 因为法国料理最重要的味道叫sauce 不管你今天再变成千百种酱汁 都是由那四大或五大去衍生出来的 法国的甜点也是 法国的甜点 他们最早有个系统 它跟其他国家不一样 你在法国学这个东西的时候 甜点归甜点 巧克力归巧克力 面包归面包 冰品归冰品 是分得很细的 当然了 现在在料理上面 中国啊 我们讲大陆 他们也开始在重视 把很多东西也有系统的建立 那个是东方的菜 但是要讲到 渗透到全世界覆盖率最高的甜点 恐怕还是法式甜点莫属 所以我们今天 尹姐 来告诉我们 给我们上第一课 法国的甜点怎么来的 第一课你会告诉大家什么 因为他也太知识很浩瀚 我觉得法国甜点可能必须要 为什么他能够后来建立这么 就是系统性 可能必须要讲到说 他因为他进入宫廷 他经过宫廷 在宫廷跟达官贵族之间 就是有高 那叫做什么在 好讲 就是直接讲 就是有钱 经过有钱人 都是钱嘛 对 经过有钱人 都会叠出来的东西 所以他就变成一个 就很强势的文化 而且因为他 所以他就 而且他特别注重 就是雕琢跟装饰性的特性 嗯 对 那那我要认识法国甜点 就第一课的时候 我必须认识哪些东西啊 就像你以前也不知道 只是因为好吃吗 对 对不对 嗯 对很多人来讲 法国甜点 有些比如说 OK 我觉得跟其他地方不一样 是 他有很多的果泥 嗯 对不对 对 奶油 and鲜奶油 嗯 然后 面粉有多样性 对 然后 嗯 糖的使用 有很多种 嗯 光是材料 就是很讲究 各种不同食材的特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 有没有这个历史 我觉得有 因为尤其是法国主厨 其实特别自豪于法国的物产的丰富 像包括像刚才聊了个提到卡汉姆啊 嗯 还有像是艾斯卡菲 他们都曾经非常自豪的觉得说 全是就全球 呃大概就是只有法国才能够生产出 就是这样子的文化 然后全球 只有法国厨师可以做出就这么厉害的东西 因为他们觉得我们是得天独厚的法国这样子 物产 嗯 对 物产丰厚 然后法国的主厨 他们自己觉得法国主厨是全球技术最好的主厨 然后就是只有法国主厨才能够表现出这些食材的优势 呃优势这样子 那你学了以后呢 你觉得是吗 我觉得不完全 但是呢 必须要说他们在甜点方面走得非常前面 对了 餐饮的制度的建立也是 对 对 可是甜点我注意到了 其实嗯 日本人积极直追 没错没错 在食材 呃在甜点的材料上面日本也很强 而且他们一直在创新 是 而且像你看现在法国甜点界里面有非常多的日本的甜点食 然后法国的主厨也非常欣赏日本甜点食 觉得就他们可以做得非常的精确 而且他们的美感 他们对食材的敏锐的感知的程度 就是都能够跟法国人不相互相 而且我觉得日本厉害是这样 日本的那个学习力 然后消化咀嚼 对对对 然后反出创新 太厉害了 对不对 全世界我觉得做法国菜最厉害的亚洲人是日本人 对 对做法国甜点最厉害的也是日本主厨 甚至超过法国人 对对对对 因为因为因为日本人是很早以前就是为了国国力 他们觉得西化代表一种国力 很早就派大量的这个各个领域的人到西方去取经吗 嗯 在更久以前是宋朝明朝到中国取经 到后来明治维新后就到西他们就鼓励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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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对不对 对啊 新出于兰的很多啦 没错没错 现在你看像现在法国甜点圈里面唯一就是真的很活跃的亚洲主厨就是只有日本人而已 讲几个名字来乒乓 像这个台湾台湾最熟悉的就是青木定制嘛 对然后呢另外还有现在之前有一个日本德国电视冠军的好几次电视冠军的主厨叫做吉田首秀 他在法国开了2014年在巴黎开了一家店叫做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叫做Mori Yoshida Mori Yoshida 对然后他呃前两年就这两年呢他都有上法国一个甜点竞赛节目 然后都是他们得了冠军他敌人得了两次冠军 天啊 所以就法国人就是非常崇拜他 真的啊 对 他厉害在哪里 他没有来台湾开店 他没有来台湾开店 青木定制的产品有来台湾 因为他开过店后来嗯对就这样很可惜现在已经撤出台湾了 但他还是有运来卖了对对对那这个主厨呢 我觉得厉害的地方是呃他把日本的精神他没有不见得使用日本的食材 可是像青木定制你可以很清楚看到说他会用抹茶什么样的亚洲元素柚子啊 那呃Mori Yoshida呢就是他是他不见得是一定使用日本的食材 他会做非常经典的法式甜点 可是你一看就知道他是日本主厨做出来的 有日式的日式的简约的神髓在里面 真的一看就知道 有一种风格 对虽然是经典的法式甜点 可是你一看就知道这是日本人做出来的法式甜点 好了来我们给给听众朋友啊 介绍几个经典的法式甜点 好了因为其实他们是是是是有那种百年不变的 比如说Mont Blanc 比如说那个金砖蛋糕 又叫银行家蛋糕 或者叫剧院蛋糕之类的对不对 这种东西 对对 你觉得要认识法国甜点 有哪些是非 就第一课非认识不可的 然后他们是怎么做的 他们的故事 像像我很喜欢吃这个Canale 我超爱 我觉得台湾没几个做的好 Canale 而且我觉得可能跟台湾的湿度也有关系 设备也有关系 对对对 有很多是做了行 但是那个我把它称之为法国发高了 哈哈哈哈 真的很像 像不像它的那个 对 它的那个質地 对不对 对对 对不对 确实是 它皮不像 但它里面的那个 里面的質地很像 还有那个气泡 那不就是发贵吗 就是 对不对 我都没有想过 你没想过 对 那真的很像 对对对 对对对 对不对 那我们就从可力路的故事开始讲起来 来可力路怎么来的 可力路其实是在法国里昂的一个地区的特色甜点 因为那个地方他们的就是栏目酒 他们的酒很出名 然后呢 那那个 你会不会做 我会做 但我记得我第一次做可力路的时候 彻底失败 彻底的失败 对不对 对对 因为它其实面糊是需要休息的 嗯 混合完之后要休息 然后它才能就是倒在模子里面烤完之后 它才会就是正常的长高 因为你如果说没有让它休息的话 它就是会歪七扭八的到处发 所以我到时候 那时候第一次做出来的时候 它就完全有蘑菇 而且它要套在铜模里 对 铜模里面要走辣 对 要上风辣去包装它 对 然后你如果这些过程都没有 你怎么做就做不出来啦 对 对不对 而且还要注意温度的控制 所以你才能外层焦黑 然后里面是像刚刚瑶瑶哥说的那样子 但是我觉得教大家怎么做太累了 我们教大家怎么去评鉴好了 一个好吃的可力路必须具备什么条件 怎么样去辨别它正不正点 它标不标准 我觉得第一个是 你从外形看的话 它就是一个要很漂亮的像中型一样的外形 因为它有一个特殊的模子 模具是去做合理度的 大家不要想像中 像什么中 不是你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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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力士那种中啊 是不是那个不敢当当当那种 所以它有一个外号叫天使之灵 嗯 对对 然后形状 形状是这样子 那再来它是外层是要焦黑的 一定要焦黑 一定要焦黑 为什么它会焦黑 因为它 谈话 谈话 教谈话 然后因为它 很高温的让它外层教谈话 然后但里层是没有 其实没有烤熟的面糊 哦 对 原来 对 谢谢老虚 对啊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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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啊 然后再来 所以它因为里层 所以里面要有点湿润 对 里面要湿润 然后要有点要有弹性的面糊 对 然后要有气孔 那气孔是什么原因造成 温度对不对 温度对 然后还有 因为我忘了可力路里面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杏仁粉 没有 好像没有 没有杏仁粉 但是一定会有蓝母酒 就是会有很香的蓝母酒 后来还有人用均度橙酒放在里面 哦 对那是有变化 对不对 就如果用很好的酒的话 它就会有一个很香的 香气在里面 然后它就会 因为可力路 其实吃的是它口感的变化 那皮要不要脆 皮要脆 可是皮有的做的会咬牙 有没有 你有没有觉得 因为它的糖很 糖量高 高 然后你在吃的时候 它有点像玉米 上下牙齿会 就那种咬牙感 那我觉得 我就不知道到底对或不对 你觉得呢 我觉得还是会有 因为你吃到中间面糊的部分 它一定就是会会有稍微黏牙的感觉 然后但是你外层跟里层的对比一定要做出来 可是台湾可能因为湿度的关系比较保存的问题 所以可能就是吃到的时候有时候会没有办法对比那么清楚 因为外层可能就会是就是会变湿就比较软了 可丽露 对 你自己最喜欢的 这是可丽露一定是法国甜点吗 对 马卡红是不是法国甜点 是 但是其实它是现在我们熟悉的马卡红的样子 它其实是在90年代被皮要妹跟他的合伙人一起创造出来的 其实并不是原本就长这样子 而且最早以前也不是两片 对 它其实就是像台湾的牛栗那样就很香土的那种甜点 然后它就是一个像海绵蛋糕 但是是外层是有点酥脆的海绵蛋糕 然后很大一片 很大 因为我自己以前在研究的时候 我念到就是说马卡红有大有小 然后还有就是现在很多人说 哎呦表皮要光滑 然后有群鞭要光泽度 其实以前根本一开始最早 而且我念的是最早马卡红是意大利人弄的 最早 意大利人他们确实是最早做出蛋白霜的其中之一 对不对 然后其实有的地方还有不是原型的 对 对不对 因为它其实就是什么形状就什么形状 然后还有出炉就是军裂的 对对对 无所谓的 对因为它就是一个家常式的甜点嘛 原本是修女就在修到院里面做的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然后然后后来就是你说的那个是那个 皮鹤和妹是吧 对 然后把它做成两个像粉扑形夹起来 对就巴黎式的马卡红 就巴黎式的 所以大家要记住你现在在台湾看到的那种叫巴黎式的 小小的 然后莫名其妙给我卖那么 那一个马卡红我可以吃一碗面配一个小菜 奇怪 为什么那么贵啊 因为他真的花了很多心血才能做到这么细致 因为不光只是时间 首先呢 他有很多每个要注意的 你会不会做 我会但是也是没有不会做的很好 你要试很多次 不是嘛 你就你就跟大家讲我做的不是巴黎式的 老娘做的是台湾式 牛力 这样就可以啦 你就不要拿来跟我跟我比嘛 老娘做的 对不对 好了好了 老娘做的是飞碟或是news98式的 是 这样可以吗 可以可以 拜托啦 下次做两个嘛 乒乓 下次有机会 好 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带回来 我们继续跟法式甜点学的作者陈颖 这本书是日出出版的 那个很清楚的交代了这个法式甜点里面的前世今生 它不是食谱书啦 就你如果想要认识法国甜点 要有一个有系统 有概念的去认识法式甜点 我觉得这本书啊 可以在家里有一本 不一定要把它当成字典 就是每天看看个几页啊 我都觉得是很开心的事情 很疗愈的事情啊 我们我觉得那些那些做法啊 太复杂 讲了大家也听不懂 啊 算了 我们就聊故事 对不对 我们就讲了 刚刚我们就聊到了 刚刚聊到了马卡侯 我们刚刚聊 我们刚才聊到什么 卡丽露 卡丽露 你自己最喜欢的甜点是什么 你自己最喜欢 非吃不可 或是 我喜欢各种塔类跟泡芙类的甜点 塔类啊 对 泡芙啊 这几年很流行 嘘嘘 就是泡芙类 对对 上面盖个带个帽子啦 有没有 对 泡芙跟puffy有没有不一样 做法 因为英文的泡芙叫做puff pastry 但是法文的泡芙的面糊 就是pata shoe 所以就是刚才 雅道哥说的 shoe的 shoe的来源 那 法式的泡芙 其实它是 依照形状的不同 有很多不同的分类嘛 那不像我们现在 可能台湾比较习惯 看到的日式泡芙 它就是圆形的 然后中间填线的 那种日式泡芙 但是法国会有 比方说闪电泡芙啊 或是修女泡芙啊 修女泡芙 对 为什么叫修女 因为它形状有点像 就是修女帽 修女帽 就是领巾的样子 因为它上面还有糖霜嘛 就是它一个 就是那个披肩啊 对披肩 对对对 它就是一个大的泡芙 上面有一颗小的泡芙 就像修女头 然后下面有糖霜 所以就是像修女 带着领巾的样子 那个很难做是吧 那个不是 不会很难做 但是要做的很规律 就是比方说 你做一百个 每个都一样大小 那个比 那就是手工 对对对 就是手工 对 那就是手练度 你喜欢puff啊 我喜欢泡芙 为什么 形容一下 你在社群 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你形容一下 我要听听看 要怎么样的 用什么样的字眼 来吸引大家 我觉得泡芙是一个 就是很疗愈 而且有 会带你进入 童年记忆的东西 因为它 首先它 童年 我小时候哪有puff啊 小时候 有日式的泡芙 我老了 我比你 我比你老太多了 所以我小时候真的没有 没有 其实我小时候 也没有吃过那么多泡芙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对就是对泡芙 有一种就是很 很怀旧的感觉 有 对然后它的泡芙 因为尤其你在烤的时候 泡芙的面糊就很香了嘛 那你事后还可以填入 不同的线在里面 现在不是有一些店流行 那个泡芙像个馒头一样大的 有没有 我好像有看过 你有没有看过 有 有 好大一坨 天哪 那你把它当一顿饭吃啊 还可以跟朋友一起分 我有看过就是传统的 其实台湾的那种传统的 糕饼店也会做 他们就会做那种 很巨型的泡芙 我以前在台南有看过 现在是时尚 有些日本来的店 日本品牌来台湾 就是这种泡芙 就是巨型的 就是这么大 然后挖空嘛 然后上面再盖 还有各种变化 对了 然后现在还有像 其实台湾发式甜点店 也常做的就是圣多诺黑泡芙 那它就是 它是有很多层次 所以下面底部可能是千层派 然后上面会用焦糖 粘住泡芙 然后再加上那个线奶油线 这个都是 这其实都是从基本 在衍生出来 新派的创意了 其实圣多诺黑也是 19世纪的 都创造出来的东西 对但是经过好多次研化 所以以前一开始他们是用 布里欧许的面团 去做这个东西 布里欧许到底是面包还是蛋糕 它是介于面包跟蛋糕之间的一种东西 油腔滑掉 没有啦 开玩笑的 你认为它到底是面包还是 我觉得它比较接近面包啊 但是法国人就是也把它当成甜点在吃 然后也是被当成甜点在归类的一个东西 然后各地有 它被归类为甜点 它就是你可以把它当成是蛋糕 但是呢 其实它在面包里也会出现 因为它其实就是一种重奶油的面团 就80% 有下到这么多的 然后我记得以前在学校的时候 很可怕 因为你用到多少 就是要一边揉 然后一边把奶油包进去嘛 然后chef又一直叫我们 就是用力甩那个面团 然后就奶油就飞得到 出东西 你有没有觉得啊 我一直我写这些东西 我报道美食 我一直在觉得啊 有一件事情是很有趣的啊 比如说千层酥皮 对 法国很骄傲嘛 对 他们有这种千层酥皮 然后这样layer 这样一层一层 可是在地球的另一端 我们中国人也有啊 中国人也有油酥油皮 对不对 就是油皮包水皮 一层一层揉进去折叠 再在擀屏折叠出来 我只是在想 只是说法国人用奶油 亚洲人可能用不同的油 有你用猪油 猪油啊 有你用什么油 地球的 那个在古老的年代 交通没有那么方便 大家却用同样的思维 嗯 这很有趣 我也觉得很有趣 你也觉得很有趣 对对对对 然后然后 然后我们的 有些饼上面有撒芝麻 嗯 那他们上面会撒 就 真果啊 对对 在不同的地方 杏仁片啊 在不同的地方 大家会 用同样的 类似的记忆 对 影响或技术 去做 类似出来的东西 我觉得已经好有趣喔 其实就是 我觉得很多像童话故事 也会有类似情节 就在听进到不同版本 嗯 对就 大家脑子 可乐有一些情感 或什么东西是互通的 对就是大家可能期待 或什么就是说创作 对 会会会 你讲的泡芙 我最喜欢的是 那个那个那个 有一种泡芙 我印象很深 也喜欢了 就是那个那个 环发赛 那个算不算泡芙 是那个是巴黎布列斯特泡芙 你看你看 戳人状的那一种 对 然后中间是榛果奶油线的 对你看 你喜不喜欢那个 我也那个我也很喜欢 可是现在有变化好多 就是会对 它有各种不同变化 包括从形状 还有内馅的口味 基本上它都是圆的 对 然后要中间要一个榛芳 对 对 是因为法国 环发赛单车赛而诞生的 没错 对不对 对 大概20世纪初期的时候 单身的 好了 来教大家 一个好吃的泡芙 必须具备什么条件 好吃的泡芙 首先就是它的外壳是 外壳是要有一层酥脆 但是里面是要 很软绵的内馅 可是它那种软绵 跟刚刚我们讲的可丽露软绵又不一样 不一样 它那真的是 泡芙那个真的是软可丽露 那是有弹性 有点硬度的 嚼劲的东西 对 可是泡芙的那个里面呢 我们叫囊瓢了 一层一层 好传神 对啊 不是吗 就叫囊瓢啊 没错 像蜂巢似的嘛 是是是 然后它就是很细薄 很软 对 然后充满蛋香 因为加了不少蛋在里面 然后再来就它填不同的内馅 通常最经典的就是巧克力香草 跟那个咖啡口味的 那是经典 对 这是最经典 那当然现在有各种不同 各种不同水果的味道啊 或者是 可是现在最流行 不是有一阵流行 上面 那个泡芙上圆形的 上面再用一个果胶 做一个小盖子 对 对 就是以前的装饰 会是用翻糖糖霜做的 对 现在就是会用 就是像刚刚果胶啊 或者是就镜面这样子 对 好 又不小心又八分钟了 你看 我等一下要问你的是说 法国甜点里面 还是有很多的香精 很多的特殊的颜色 这怎么回事 我们进广告带回来 来 我们继续跟这个 曾经在法国厨艺界的 哈佛菲航迪学校 学甜点的这个 陈颖啊 聊法国的甜点 因为他最近出了新书 叫法式甜点学 那我刚刚上个阶段 最后请教他 因为法国甜点 那个姿彩缤纷 颜色真的是 非常的鲜艳夺目 抢眼吸睛 光看啊 你就 就很容易被那个颜色吸引 就想要吃嘛 然后接下来就100斤 100公斤 200 130公斤这样之类的 我时常在想 法国甜点 那么颜色有一些 怎么来的 有些当然是 比如说 甜菜 打枝啊 什么 但有更多的奇怪的颜色 你 讲真的 他们到底怎么来的 以往呢 就是用非常多的色素 真的吗 真的是色素 但是他是实用色素 对 但是近年来就是有一股反扑 归真的风潮 因为他们也开始注重健康啊 然后希望就是能够崇尚自然 所以其实现在很多色素都是改成天然的蔬果粉做成的色素 可是粉 他还是要经过化学化 对 但是就尽量比 总比以前是化学就合成的那种颜色来的好 然后呢 所以现在因为是用蔬果粉嘛 所以可能就颜色没有办法像以前那么鲜艳 对对 所以也需要消费者 只要鲜艳的东西 我觉得其中 必有 必有特色 对 必有玄机 对不对 必有特色 因为有的太鲜艳了 对 有的真的是太鲜艳了 就像抹茶这件事情 你知道我问过日本的 对 真正做抹茶很厉害的师傅 他们不用抹茶来做甜点 因为很容易氧化一定就是 会变黑 对会变黑 那他说我真的要做的话 他出的时候他一定是用锡箔子包着 哦 因为见光必雅化 对对对 所以这也可以给听众朋友参考 就说你现在在外面吃什么什么瑞士卷啊 什么什么抹茶咖啡啊 烧来一套 对不对 对就是你就是要接受说说他自然的颜色 其实就是有点黄绿色这样子 甚至咖啡色 对甚至咖啡色 那如果说他真的是非常鲜艳的绿色 那一定就是是加了别的东西 有有有稳定剂 有乳化剂 有什么什么 他才会那么鲜艳 对没错 对不对 对 对这个是我过去采访过一些日本真正老师傅 七八十岁老师傅 我说你做那么多 为什么就不用抹茶 它那么流行 而且听说可以健康 他就告诉我说 很难卖 不是难卖 是说会变颜色 对 因为一变色消费者就不喜欢了 就不吃了 可是他说那才是真正天然 对对 其实法国的那个主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像比方说像我里面有采访过那个 法国很有名的知名的甜点杂志 丰田点的编辑 他就有提到说 因为现在 法国主厨开始慢慢使用 就自然的色素 但是他们就是面临 销售量受到冲击 因为像有一个主厨 他就用 他的开心果费南雪 本来卖得非常好 可是自从他停用 就是绿色色素之后 他就变成黄绿色 核色 那消费者就不喜欢了 所以他的整个销售量就下降了非常多 因为开心果刚开始切开来 他里面是浅绿色 然后慢慢慢慢就氧化 然后就变成黄绿色 就是真的 其实就是跟抹茶差不多的 对他见光就死了 所以他销售 那最后他决定走哪一条路 他还是坚持要 坚持要持续用真的开心果 但是他要持续教育消费者 说这个就是他原本的颜色 你讲到这里 我就觉得你看 食品他就是科学在前面 所有的 所有最厉害的这个电脑 食品公司 他们绝对里面有一大堆的科学家 是 对 尤其像甜点 特别又注重科学的精确 对不对 里面有一堆 一堆科学家 对不对 对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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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就是 大家可以 可能没有注意到 在国际上非常多厉害的厨师 都是先做甜点 再转做 转做厨师的 而且因为 我觉得好的厨师 不见得能够做好的甜点师 但是好的甜点师 就是他能够做出好的菜的几率 是比较多 比较高的 而且最重要又好看 对 他们的那个 他们的那个结构 摆盘 成盘的逻辑 对 是很强的 对不对 对啊 比方说空间感啊 的布置啊 颜色的搭配啊 还有就比方说 结构的组成啊 对 来 讲最后一点时间 你选TOT 为什么 塔虚拟 可是有很多电子卖塔 因为塔是最容易做的 是哦 我不知道最容易 最方便 而且因为你看塔 它很多元素是可以共用的 所以其实对店家来说 那个是商业上的很自然的选择 就是有一个基底 对 然后就里面乱塞就可以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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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冷静嘛 你冷静 我这样亵渎了什么人 对不起 对不起 没有 对不对 就是一个塔嘛 然后里面塞鲜奶油 卡士达 或者是新鲜的水果 新鲜的水果 对 所以就是塔的变化 可以很容易的 因为食材变化 所以有很多 而且可大可小 对 然后它的颜色 也可以搭配的很鲜艳 因为你如果用新鲜的水果的话 对对对 所以其实它卖相是很好的 然后它做起来 也比做慕斯蛋糕简单很多啊 它比慕斯蛋糕简单 对啊 因为慕斯蛋糕 你看它有很多不同的层次 它还要事先组装起来 而且要先冷冻嘛 一个 每一个东西都要冷冻 然后最后再组装起来 最后又要冷冻 然后最后又要上镜面 对对对 那个里面也是很麻烦 对啊 很麻烦 真的很麻烦 所以塔其实真的是 操作起来简单很多 还是它也没卖便宜啊 说不定它用了很好的食材 我们不要这样 所以一般来讲 你只要挂上法式两个字就 对不对 对 对 我不能再说下去了 你知道太多了 我要学起来 我要学起来 就是 嗯 其实我最喜欢什么 你知道法国甜点 我最喜欢千层 千层也是个很需要技术的东西 那我觉得那个 那一层一层的那个酥脆的那个片 那个 我好喜欢哦 然后明天再扎手指 那个血糖 就 当场 对不对 就很高 可是就挡不住 对很难 因为好香啊 然后还有焦糖化的脆皮 然后现在千层有 以前都这样一层一层嘛 对 现在还有躺下来的 对对对 那还有另外一种呈现方式 还有在千层外面 再包了一层东西的 对 把它包在里面的 像安苏菲菲 它的那个雪白的那个千层派 就是这样子 全部外面包起来 对 对 但你 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 你有时候变得 就是变得 它变化太大 人家认不得 你就少了那个 少了一层浪漫 当然人家会觉得 哇好厉害 你怎么会这样想 但是 我觉得有些东西 是要维持原状 然后你看就 对 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做 不同的东西 就是 经典上还是需要保存 但是我们其实也需要 一些创新的东西 但如果两种都有的话 这个世界才会更有趣 我还喜欢一个东西 Mont Blanc 你怎么知道 我刚才偷听到 Mont Blanc算什么 Mont Blanc 算不算Tart Mont Blanc不算 但现在有的主厨 用塔的形式去变化 对 对 然后上面的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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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流浆 现在做法已经改了 有好几种做法 搞得有的是 像乱卷法一样 可是他要看 用什么样的挤花 挤花嘴 对 因为传统是用 鸟巢式的那种 就是很多洞的 所以挤出来 就是一条一条 像很细长的面条 那样子的 对 而且我最重要的是 那个栗子 对 唐渍栗子 栗子好贵 栗子 唐渍栗子你很贵 有人就是喜欢 所以蒙方很贵 有人喜欢用 有的要比较 比较那个 好了 假掰一点 就是我自己 法国栗子 对 但也有一些 我最近注意到 有些日本栗子 对 日本栗子很厉害 所以日本人 他们都用 他们自己的日本栗子 就是黄金色的 他们就不用紫色的 但是注意哦 现在其实有一些 大陆栗子 真的 但我觉得这个是这样子啦 就是说 他时间久 历史久 就有一个地位了 尽管你这个 后发的东西 明明品质也不错 对 你就没有嘛 对 就是尬不过 对 就是后面的人 也是需要很多时间 才能累积 你才有办法去说服人家 说这个东西也是好东西 没错 没错 对不对 那你说就像台湾的鸡 不会输给法国鸡啊 对啊 我同意 同不同意 同意同意 可是很多 很多以前啦 现在比较少 因为不准进嘛 就说我们是布列斯鸡 这什么鸡 珍珠鸡啊 对对对 但是台湾鸡 其实 对 其实没有不好 对对对 没有差到哪 对不对 对 那你要说面粉可能有差 你要说 有些盐可能有差 但是有些材料 其实没有 对有些材料 尤其像台湾的水果啊 你绝对是比法国好 那绝对啦 对啊 这这这这 这全世界无敌的 嗯 还有台湾的茶啊 对 对 法国人有开始用 中国茶来入菜了 入甜点了 他们还是比较 崇尚日本的 还有日本的 现在抹茶开始 在法国还流行了 对 但是台湾 我觉得台湾 还有可以 很多可以努力的地方 那靠你啊 你在前线 对 对我会很努力 你在前线啊 对 然后台湾也有主厨 接下来会去法国开店的 真的啊 谁啊 于是的 郑于轩主厨 哦 OK 对 好 他去法国开店 他去法国开店 我觉得是这样子 开一年两年 红了再回来再开 就不一样 是啊 因为很多日本主厨 也就是这样操作的 对 对不对 对 好了 节目时间接近尾声 最后 给大家一句话 法国甜点要从哪里开始认识 随便 你 你最重要一件事 你最想讲的key message 就是要抱持着欣赏的心去看他 不是 他不是小玩意 他是一个很庞大的学问 那当然 对 对了 这个陈寅讲的确实是了 法国甜点 一个小东西 有时候花的时间比你做一道菜 还要投入更多的心力 而且他是一种科学 而且他还是一个建筑学 对了 对 他就是建筑 他就是把建筑第一个概念放进去的 对没错 对不对 对 他花了好长时间去临摹版画 然后把所有的建筑 古代建筑全部就是用甜点方式 你这样讲我想起来 对 好像他还有一些 当年版画的手稿 现在在一些人收藏很贵 很贵 很贵 但是其实可以在法国的国家图书馆 在线上就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对 OK 好了 我们今天谢谢陈颖到我们现场来 最重要的是他出了这本新书 法式的甜点学 你喜欢法国菜吗 喜欢法国的甜点吗 这本书可以给你非常多的知识 谢谢陈颖 谢谢姚大哥 谢谢大家 拜拜